顿悟虚空 相应学佛 命运加给人的不幸 还有避开的可能 为什么能避开 因为我们运用佛法 我们有自己的悟性 才能避开命运 带给我们的不幸 但是 自己给自己加上的不幸 没有挽救之路 就是说 自己再造的心业 让自己尝的恶果 就无法挽救 比如说 因为我长期不愿吃某样食品 让自己身体长了东西 因为我长期发脾气 我的心脏就不好了 最后 心脏病复发走人了 因为我从小就很恨人家 因为我知道 会用刀用枪 所以 你就会杀人 这是自己给自己加上的不幸 你就没有挽救之路 所以真正的枷锁 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 而不是人家给你套上的 命运加给人的不幸 是可以避开的 比如师父给你们看出来有结 只要好好念经 放生 你就可以躲过去 你们听到 上周节目中 有位听众 被车碾了一下都没事 这就叫避开了 但是 自己给自己加上的毛病 那是 无可挽救之路 并会引来现实报 庸人自扰 世界本无事 不要去做庸人 当师父在讲徒弟不好的时候 真的是在帮徒弟消孽障 举个例子 一个孩子犯错了 马上会受到爸爸的惩罚 要挨打了 妈妈很慈悲就说 这孩子就是不听话 你以后再这样 爸爸要打你的 讲完之后 他爸爸还会打他吗 实际上 就削掉了小孩子的一顿打 师父今天讲你了 护法神就不会惩罚你 师父就像一个护法神一样 因为师父讲了你身上的毛病 你就舒服了 你就削孽障了 真正难过的是师父不讲你 你就天天难过 你天天有压力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你骂我吧 只要师父对他狠狠地批评 实际上他就舒服了 他把包袱就放下来了 师父就消除了他很多的孽障 你们要懂啊 被师父讲是一种福气 你真的不要师父讲 那你修心都不要修了 这个世界所有的相和法都是空的 没有对错 只有因果 你们可能不懂 师父讲的是很正的理 就是让你们不要把虚妄的东西 看成是真的 比如一个人在变魔术 全部是假的 你却说 你看得不对 我看到了 因为他的手一动 这个东西就变出来了 其实你看到的 全是假的东西 明白了吗 我们所犯的恶意 虽然不会马上受爆 就像刚刚变质的食品被你吃下去一样 因为你刚刚吃下去的食品 实际上已经坏了 腐烂了 虽然被你吃进去之后 它不会马上发臭的 不会马上损害你的机体 但是 它在你的肠胃里 散发出的那种细菌 毒素 会慢慢地腐烂你的肠胃 会扰乱你心灵的安宁 因为当你的肠胃不舒服了 你精神就开始萎靡了 所以它会扰乱你的安宁的 实际上 就是受着夜暴 两个人敌对有意见 说明这两个人都不好 今天你说他不好 明天他说你不好 实际上 这两个人都不好 比如一个不好的人 用数字来说是零 再加上那个 跟他吵架的 不好的人 也是零 那么这两个人的意见 加在一起 还是零 如果两个都是恶人 吵了半天 两个人都不是东西 如果一个人是坏人 他跟一个好人去交朋友 最后那个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如果一个坏人跟五个人交朋友 那五个人后来都会变坏 而且这五个人都会受到他的影响 这就是零乘五等于多少 现在师父是一百 师父跟一千个人乘一乘 会是什么数字 所以有些法门 如果师父不正 交出来的人也会不正 比如日本的欧母教等 宣扬世界末日 把人关在村庄里边 最后集体自杀 这不就是一个零乘以再多的人 也是零吗 这就叫道理 让你们明白 什么叫真正的道理 同样 一个人的情绪不好 会影响到所有人的情绪 大家要记住 如果人把自己身上的毛病 改掉了 去掉了 那就不是毛病了 如果这个人不改掉身上的毛病 那永远是毛病 永远存在于你的身上 不肯改毛病的人 就像脸上有一块黑剂一样 我就不擦掉 脏的 还是你自己 修心 既要修里面 也要修外面 要里外兼修才行 不取余相 如如不动 这八个字 是菩萨讲的 就是说 不着相 内心不要去动 不要去动心 什么叫 不取余相 这个东西很好 但对我来说 没吸引力 没反应 例如 这个女孩子 长得很漂亮 男孩子看见她没反应 就是明星来了 我也是不动心 我们最怕的就是 一个人没有分量 一件相 马上就着 有本事就不要动 这叫不着相 我看见你们的相 没有反应 你长得好看 跟我没关系 我看见钱 我不动心 因为所有的相 全是假的 今天可以有 明天可以没有 看看那些电影明星 年轻时多么漂亮 可是 年龄大了 就不好看了 人的外表没有用的 你们不要着相啊 你们看看 多少有钱的人 几年后 又一无所有 所以要 不取余相 爱一个人 要爱他的心 要真正对他好 很多聪明的人 会去找人品正的孩子 就是要找这个人 以后一定有钱成的 不要只看到 他已经发财 如果他的路线不正确 他有钱 也会没钱 路线正确了 没钱 也会有钱 没人 也会有人的 不起心动念 就是如如不动 动心 就是心在动 师父劝你们 心都不要动 看见什么 都不要动心 很多人 明明做不到的事情 偏要去动心 那就创货了 你今天是一个穷人 你就算攀上了一个 有钱的男人 人家也看不起你 会把你当件衣服一样 他会想 我就出去找女朋友 你不跟我好 你离开好了 他明天再找一个 比你更漂亮的 所以 有价值 就不值钱了 要无价才值钱 所以叫 无价之宝 接下来 给大家讲念佛 师父讲话 非常愿意用气场 因为用气场 能够感染人 用气场 实际上 是用的 你的真心 气 是从内涵 发出来的 是从心里 发出来的 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 都可以表现 你的内心世界 念佛 要和菩萨的心相应 很多人 为什么念经 念佛 不灵验 因为他的心 没有和菩萨相应 念经念佛时 你的愿 和菩萨的愿 要相应 这是经验啊 为什么有些人 念经灵 有些人不灵 菩萨的愿 是什么愿呢 比如 观世音菩萨的愿 是普度众生 有求必应 如果你也发这个愿 你念大悲咒的时候 就会产生 无比的力量 你们多么幸运啊 能够听到 师父讲 这么好的东西 有些人 就管自己念的快 哪管菩萨的愿 念出的经文 当然不灵啊 念经时 心中要想着 观世音菩萨的愿 我的愿 和观世音菩萨一样 人家对我有求 我必应 然后 我的心 和菩萨的心 要相应 菩萨 就是救人的 我以后修好了 我也要救人 我也要救人 愿和心一样 你念一遍经 力量 就很大很大 什么叫相应呢 要知理 要知道这个道理 你的心 你的心 才会和菩萨相应 很多人 很多人嘴巴里念佛 心里存妄念 这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你嘴巴念佛的时候 龙天护法都知道 如果你脑子里 想着不干净的事情 那你非但没有把经念好 而且会伤到你自己 举个例子 你开车 想往前开 你脚踩着油门 这犹如你在念经 但是 你有个妄念 你就迷失方向 你往回开 你脚踩油门再多 也到达不了你的目的地 所以念经 就白念了 从这个问题 就告诉你们 我们念经 不要去伤人 我们念经 不要去害人 我们念经 不要去给人家下杠头 念经时 想的是菩萨的经文 不能带有嗔恨 只能有渴望 祈求 如果心愿 和佛菩萨一样 你才会 有求必应 你才能 消除一切孽障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虚妄的东西里面 有五蕴三读 五蕴 色受相行识 就是 金木水火土 巨飞石相 不是实实在在的 人间所有的相 就是说 你在人间 所看到的一切 都是假的 你的法身 觉悟了 你就会感觉 在人间 没有一个 是真实的物体 所有的贪嗔痴 全部是虚妄的 不是实实在在的 你的觉 才会有顿见 西空剑法 分析这个事物是空的 渐渐地理解这个法 体空顿法 体物这个事情是空的 突然之间 明白了这个法门 法身觉 了无一物 觉又顿见 慢慢地 突然之间 明白 请不吝点赞 我将会尽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